下面我们进入了我们国际公法的最后一个考点 也是这个里面有大量空白点的一个考点 那就是国际刑事法院了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呢 第一个考点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机构的性质啊 它冠名叫国际刑事法院 那么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跟以前的一些临时性的这个刑事司法机构就不一样 比如说以前的什么前南战犯法庭啊 前南什么卢旺达法庭啊 这些都是临时性的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某一号决议 临时组建一个审判庭 审完就散了 那都是临时性的 而它是一个什么常设性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 既然是常设的 那它就有机构所在地 在哪里呢 也是荷兰海呀 什么时候设立的 2002年7月成立的 这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第一个考点 常设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就是管辖权的补充性 所谓管辖权的补充性就是 国际刑事法院 它并没有确立一个排他专属的管辖 不是说这案子啊 只能国际刑事法院管 不是的啊 那么这个案子你就要注意了 它并不是只能国际刑事法院管 换句话说 它并不排除国内司法制度 对这个案件的管辖权 这就是管辖权的补充性 这是第二个考点 那么第三个考点呢 国际刑事法院 不是能管辖所有的案件 它只能管四类 哪四类呢 灭绝种族罪 战争罪 危害人类罪 侵略罪 只能是这四类罪啊 那么考过一次 它其实是在考捷机 搭了一个选项 就只考过这一次 那么它就问你了 这个捷机 国际刑事法院可不可以管 不可以 因为它就四类 它后面没有 这个 其他的这个什么 国际刑事法院认为可以管 没有这样的兜底条款 就这四类啊 好 这是第三个考点 第四个考点 国际刑事法院 管辖的罪行 限于发生在 规约生效后 那么规约生效后 就是2002年 7月以后的罪行 才可以啊 以前的案件 它没有追溯管辖权的 所以国际刑事法院 管辖的第一个案子呢 就是苏丹总统种族灭绝的那个案子 像以前萨达姆的很多罪行呢 在这之前就有了 所以国际刑事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 这是第四个考点 那么第五个考点 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 因为这个怎么样追究国家的刑事责任啊 这个在国际刑法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 所以国际刑事法院呢 就回避了这个问题 它干脆不管了 只追究什么 个人的刑事责任 对吧 而且好赖这是啥 国际刑事法院 你不能上来啪就给个死刑 对吧 所以最高刑法是啥 无期徒刑啊 最高是无期徒刑 好 这是第五个考点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考点呢 就是国际刑事法院 刑事管辖权的条件 那么什么时候 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刑事管辖权呢 它要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就可以啊 哪些呢 第一 第二说一方或多方是缔约国国民 或者被告是缔约国国民 我们就可以把它总结为叫一方是缔约国国民 对吧 或者呢 你看犯罪地在缔约国境内的 这也可以 那么最后一个情况呢 叫非缔约国表示愿意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这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也有管辖权 是吧 你像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美国俄罗斯也没有加入啊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管辖权赋予它 它可不可以管 可以 所以如果给你来个选项说国际刑事法院只能管辖 缔约国罪行 这对吧 哎 这就错了 所以这个条件是只要符合一个啊 就可以了 国际刑事法院就有管辖权 好了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考点 我们全部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曾经考过的这道题里面只考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其中一个考点 其他它都是空白点 贾国某航空公司国际航班在以国领空被以国某公民劫持 后以国将该公民控制并拒绝了贾国的引渡请求 两国均为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等三个国际民航安全公约缔约国 对此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来判断一下啊 A 劫持未发生在贾国领空 贾国对此没有管辖权 这对吗 错了 这个考的是啥 劫机是一个普遍管辖的罪行 对吧 三个反劫机公约说了 只要跟这个劫机搭着边的国家对这个劫机案件都是有什么管辖权 贾国航空公司 这不就是这个航空器的国际国吗 对劫机案件当然是有管辖权 他说没有 那就错了 因此A选项在这 错了 下面B选项 以国有义务将其引渡到贾国 对吗 劫机还记得吧 或起诉或引渡 如果你不引渡 那么你在当地起诉就可以 所以不是一定有义务引渡 因此B选项错 C 以国可以不引渡 但应由本国进行刑事审判 对吧 正确啊 你不引渡 那你又在当地审判就可以 叫或起诉或引渡 所以C选项正确 D 本案属于国际犯罪 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对其刑事管辖权 这就错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四类罪行里面 目前还没有劫机 所以劫机呢 不能到国际刑事法院去 因此D选项 错了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C选项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国际功法八个专题 所有的考点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在系统强化阶段啊 这些考点 如果大家都能够有所知道 并且是 有一定的理解的话 那足够用了 国际功法题 肯定能够拿到满分 因为国际功法 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它对记忆的要求也不高 如果你知道 理解了这个题 肯定就能够做对 好 功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